去解这些天发现中国出现了非常荒谬 种种离奇荒诞不惊的现象 首先当代的这些被封控在校园内的大学生 用纸壳板 什么叫纸壳板呢 就是送快递包装箱 把包装箱拆了做纸狗 他们不能遛真狗 只能遛这个借着遛纸狗的名义出去 放翻去了 既然都把这些学生封控在宿舍里 上起了网课 他们唯一的能够接触户外的机会 就是假装遛狗的名义 来获得去户外散步的机会 否则你就是聚众闹事 你就是非法游行 对不对 中国的法律是非常神奇的 宪法是给了公民可以自由集社 可以游行抗议的权利 但是具体落实到实际行动上 法律条文又不允许群众聚集 群众游行 不许群众集体散步 所以说这纸板狗能给这些大学生们省掉很多麻烦 只要你愿意 你随时可以重新做一个 而且你还不用伺候这个狗的大小便 你还不用负担他的饮食费用 这是非常低廉的 他是一个轻快的明亮的恒温的伴侣 而且还不拉屎 还不是造大小便 他还不用花你的钱给他买狗粮 这个他是和你共享 违背对抗相同的命运 相同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命运 现在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命运 直搬狗就是真狗的平屉 他代表了灯下中国人一种主动降级的生活智慧 从这点上来说 这个当代大居生 可以说是非常成熟 非常懂事 努力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也不会给法律和执法者制造任何的压力 他们又在一定的合理 而且还合法的限度内 排解了自己的精神需要 长到了这种几乎零成本 又无伤大家的方式 自我疗愈 以及说他们溜着一只直搬狗 不如说他们拖在着自己的平屉 那这狗直搬狗是狗的平屉 而直搬狗同时又是这些年轻人的平屉 这可以说啊 直搬狗的意义已经远远的超过了 做一个手工 这有机和无机达到了非常和谐的交融 本来应该被当成纸垃圾扔掉的垃圾 但是呢 这当代年轻人的这个性啊 这个性情 这个灵魂就在这个垃圾中 纸垃圾中 得到了升华 得到了飞升 这是一个多么幽默的现象啊 而且呢 人家在这个 做这个群内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公告 说啊 不许出现狗传狗的现象 这是在挖苦谁呢 在挖苦什么 在讽刺什么 在嘲笑什么呢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继这个六值班狗之后啊 这个大学生的又流行 爬行 约爬 约爬是不允许的啊 这个约爬是可以的 大家呢 在某个时间聚集在这个校园的空地上 爬一爬 而且呢 这个 还这个公告啊 说要保持距离啊 不许扎兜聚集 什么是最怕人扎兜聚集的呢 不就是中国的现行法 就是最怕人扎兜聚集的吗 这个中国人呢 是不具备游行集会 啊 这个抗议的权利的 所以呢 这个 当代的这个年轻人呢 就开始出现了反走现象 我们有几千年的啊 我们有几千万年 才从这个爬行动物 四肢着地的爬行动物 进化 演变成了 终于可以 两腿直立啊 解放了双手的 这么一个直立动物 但是呢 我们当代的大学生 中国大学生 开始出现了反走现象 这个 我们以这个狗爬的形式 向那个集权打压 集体说不 而且这种形式啊 是非常的这个健康啊 也非常的友善 绝对不会让这个校领导 感觉到有多大的压力 即便如此 校领导也仍然在打压 约爬行动 于是呢 大学生呢 全国是15个城市 是70几个 还是80几个高校啊 这个开始 这个大学生流行 手举白纸 在街上啊 开始进行白纸革命 这个清华大学的学霸呢 为了卖弄自己的知识功底啊 居然把费曼公式写在了白纸上 在嘲笑他们 其中的前任某一位校友 看不懂这个公式 费曼公式是非常难懂的 只要是你是文科狗 你是看不懂的 这个有网友解读啊 这个费曼 Freedom Freedom Freedom呢 和英语的那个 Freedom 自由 这个 翻译比较类似 这是网友的联想啊 但是呢 写这个公式的清华学子呢 是不负责解释的 还有一个南京传媒的女生啊 居然啊 在这个校园内 单独一个人啊 人家可没有群聚啊 人家就单独的一个人 双手捏着空气 在捏着什么呢 所以呢 在这场这个白纸革命的街头抗议里啊 这个 有显然呢 确解怀疑她是翻墙用了VPN的啊 她看到了世界杯的直播 没有用这个 咱们这个 央视啊 这个党妈啊 非常贴心的 给国内的观众啊 把观众席都给遮挡住了 只有我们的这个 央视党妈啊 是非常贴心的啊 这个生怕 中国人民受到惊吓 但是呢 仍然有这种 比较叛逆的啊 这种胆大到包天的 这个 中国观众居然翻墙去看了 世界杯的直播啊 这个 这个 有这种演讲者在街头上说啊 说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都集中在卡塔尔 看世界杯 看踢足球 他们 而且他们全都不戴口罩 这些最有钱的人都不怕 不怕死 而我们这些穷人 都不怕饿死 不怕穷死 不怕烧死 反倒怕新冠病毒杀死我们 这合理吗 难道我们中国人和卡塔尔是 两个平行的世界吗 而我们的党妈呀 我们的央视啊 非常贴心的给我们中国的观众啊 全部把观众席给遮挡上了 因为呢 他们不想让中国 观众看到啊 别的国家的人早就不戴口罩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在撒谎 你们知道我们知道你们在撒谎 你 我们也知道 你们知道 我们知道 你们在撒谎 你们也知道 我们知道 你们知道 我们知道 你们在撒谎 有一家啊 这个上海文具公司啊 居然公告啊 说禁受白纸 理由是不能给不法治分子 拿自家生产的白纸去做不法的用途 因为呢 这个当权者认为呀 尽管你们在白纸上什么都没有写 但是我们知道你们在白纸上写了什么 你们也知道 我们知道你们在白纸上写了什么 所以白纸是罪恶的 白纸有罪 禁受白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黑色幽默呢 是不是前苏联的这个笑话又开始出现了 这个大英百科全书啊 对黑色幽默这个词的解释是这样的啊 说是一种绝望的幽默 力图引发人们的笑声 做出人类对生活中明显的无意义和荒谬的一种反响 黑色代表死亡 是可怕滑稽的现实 而幽默是有意志的 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对这种现实的嘲讽态度 有评论家把黑色幽默称为绞形下架下的幽默 或者说是大弹零头的幽默 什么是脚形下的幽默呢 今天啊 切姐居然又看到啊 在网上有一群年轻人 头套了白纸糊的头套 有的居然在白纸这个头部上方啊 用那个零碎的白纸就是做出了流苏 人家还有美感啊 要讲这有点审美的 反正是遮住了整个面部啊 为什么要遮住整个面部 只露出挖了两个洞 让眼睛露出来啊 那就是连人脸识别技术都不能识别 这个白纸壳里边套着究竟是谁是吧 然后呢 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后面的人双手搭在前面 那个人的肩膀上 然后呢 集体的干嘛呢 感尸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听说过湘西感尸啊 这个场景呢 就让大家 这个让确确联想到湘西的感尸 这不就是讲情架杀的幽默吗 现在的中国人呢 正在用白纸来书写着这样的 啊 层出不穷的黑色油吗 等我 我 这个 好